朋友们好,给朋友们汇报个好消息吧 就是,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州的伊九姆地区 有一支俄罗斯的部队,叫第35混成军 被人家乌克兰人全奸了 这支部队的军长呢,他的名字叫 亚里山大桑奇克 他呢,中伤之后被送到了俄罗斯,也是不致身亡了 他是被乌克兰人杀死的第三个俄罗斯的宗教 其实这个消息,前几天我就听说了 是俄罗斯的一个博主,在Telegram上面提起的 他说,这支部队,因为在远东嘛,他自己也是来自远东 有很多的他的乡岛,所以很痛心 当然俄罗斯政府也没有扩害他,算是默认了吧 然后呢,我才看到乌克兰政府的这个 正式的这个宣布,是谁宣布的呢?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咱们择业,他的重要的帮手安德烈 伊尔马克,是他说的 现在我们就给朋友们大概的介绍一下 俄罗斯的第35渤城军吧 第35渤城军呢,他是1941年 在远东组建的,他的基础呢,就是 俄罗斯的第18步枪连队 当然了,在组建这个军的时候啊,他又把 周边的其他一些部队,一些师啊,一些团啊 给并过来,就成立了第35渤城军 成立之后,他主要的目的是远东作战 当然了,他也不是作战嘛,他1941年跟日本签订了 跟日本的那个中立条约,承认了满洲国 他只不过在那呆着作为一个监视力量嘛 到1945年的时候,这个苏联对日宣战 然后呢,这支军队呢,就进入了中国的东北 当然了,这支部队在中国东北也犯下了雷礼的罪行啊 普通的老百姓就不说了吧,杀了的,或者是强奸了的 或者是奴役了的,那就不用说了,就说是中国的军官吧 有一个著名的军官叫卢东升 他也是跟着苏联的军队进入中国境内的 说不定也是属于35渤城军的这个序列 当时他是少校军衔 他看见那些人,他看见那个俄罗斯大兵啊 就是干那些坏事,他就去阻止 结果俄罗斯大兵看着哟,这是个亚洲面孔,还是个少校 这怎么行呢,他网上一汇报,我们就不遭殃了吗 抢的东西又得还回去了 当然杀的人,就是苏联上层不会管的 就拿出枪了,飘飘两枪 就把咱们那个中国军人卢东升给打死了 这就是这个35军他们犯下的这个罪行吧 当然了,这个罪行,咱们中国人没办法去讨还去 没办法跟他去要债去,这次乌克兰人替咱们要了债了 就在一九母把这支军队整个就给消灭了 把这个军长也给打死了 这我们确实应该拍手称快啊 乌克兰人确实在为,他就是天使 在为全人类扫荡这些恶魔 还有很多很多好消息 我过几天再给朋友慢慢再介绍吧 这个视频不能长,长了就无法通过审核 我前面已经做过一个视频了,就没通过审核 好,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俄罗斯的第35红尘军 来自远东的 在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州的一九母被团灭了 这个军长亚历山道桑奇克阵亡 好,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